方新闻,位于浦东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项目环境报告影响书,日前正式公布,大厦主楼共有127层,结构高度为565.6米,总高度为632米,比刚刚封顶的上海环境金融中心还要高出140米,再次刷新上海天际线的记录。 同时,上海中心也将超过台北的101大厦,成为中国第一高楼。根据规划,上海中心大厦建成之后,将以办公为主,兼有会展、酒店、观光娱乐、商业等功能。